飞碟晚餐 陈辉文时间 飞碟晚餐 我是陈辉文 1220今天是礼拜四 跟天文报告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 我们今天的每日一句跟狗飞火车 都要谈民进党 这次的大选的结果 对民进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 那每日一句我们选是 要参选民党党主席的卓龙泰 他接受友台的专访 提到他对民进党的这些看法 那当民进党的党主席 不是说我讨厌卓龙泰 他一个好好先生 就说民党党主席其实不重要 民进党是派系比较重要 那为什么最后各派系 这个力推 共推卓龙泰出来选党主席 那就是派系协调的结果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卓龙泰跟游一农他们讲了什么 我其实不是太在意 讲实在话是这样 因为最重要是派系 而不是个人 甚至包括蔡总统也是一样 赖清德也是一样 派系的问题民党已经纠缠很多年了 那另外今天狗非我能谈 这个赖清德院长的进退 我之前跟听众朋友解释过 就是说这个地方选举的输赢 你说行政院长负责 这个我不是很同意 当然国民党的立委都是 这个见缝插针 这个落井下石 坦白讲是这样子 因为你可以从最近的政局的变化 包括之前的李总统 扁总统 马总统 到现在蔡总统 你要说其实我们投票是选总统 不是选行政院长 我们是比较偏向总统制的双首长制 比较偏向总统的双首长制 很多国家他的这个总统是虚位的总统 一个象征性的他们的权力集中在总理 那我们国家呢 因为制度很乱 被理论会搞得乱七八糟 所以如果说你说地方选举要承担这个 那理论上应该总统下台才对啊 对不对 谁最大 总统比较大还是行政院长比较大 总统比较大嘛 废话 那很多政策谁拍板 比如说年金改革啦 一立一休啦 谁拍板的 都是蔡总统拍板的啊 那你为什么叫行政院长下台呢 那些国民党立委逻辑根本不通啦 他们是希望民进党内斗内乱 我觉得这个法律上有没有规定说 地方选举输的行政院长总统 谁跟你讲 没有这个规定嘛 也没有这个惯例 他们再怎么掰 也只能掰2014的这个江仪化院长 就是前天去台大被 被抗议的那个江仪化 没有 这个不是惯例 也不是法律 所以我真的是希望这个赖清德院长 要以国家为重 要以党为重 我讲我的结论 我认为他不应该总辞啦 我认为他应该继续当行政院长 这是我的看法 不一定对 我们今天狗飞活在谈 好 那第二段 我们要看这个 双城论坛的大拜拜 已经结束了 昨天晚上欢迎的晚宴 然后今天开会开一整天 开完了 那你说双城论坛开什么 其实也没开什么 他就这个 比较像是联谊性质的聚会 并没有什么事 那从以前好龙斌时代就是这样子 所以双城论坛 他的开会本身不重要 是他象征的意义 包括昨天晚上 柯文哲在之的这个 提到这个两岸一家亲 其实昨天晚上 柯文哲讲两岸一家亲之前 我们刚刚不是提到卓龙泰吗 卓龙泰才针对两岸一家亲 希望柯文哲能够调整一下 卓龙泰说两岸可以亲 但不是一家亲 亲跟一家亲 这就差很多了 那天晚上我的结论 也是我们今天这个 我们run down的这个标题 我的结论是这样 我就蔡总统 他2020他拼连任 如果民进党提名 他拼连任的话 他的维持现状已经不能再用了 维持现状已经不能再用 所以蔡总统他必须要找一个 两岸的这个新的论述出来 维持现状已经破功了 大家都知道这三年 对不起 两年多已经没有办法维持现状 他如果2020要连任总统 他一定要提出两岸新的论述 两岸一家亲 九二共事 这两个可能蔡总统都 没办法去转弯 那你没办法转弯两岸一家亲 你也没办法转弯九二共事 这个时候你就要想新的论述出来 这是蔡总统 如果你要连任的话 这是个很大的挑战 这个刚才最近的很多政局的政策的变化 包括什么国民旅游的 什么补助等等 这些票 就是你用选票卡 就是说我要把选票最大化 极大化 我Q这个票 Q这个票是蓝山的 肉油 就是碎肉肉血的意思 你去减这些票是比较小的票 那蔡总统你要去逆转 要拿到更多的票 要拿到过半的票来连任的话 你需要调整的是你的两岸政策 而不是行政院各部会的那些 什么什么什么 蛋要不要洗 那个机车要不要转ABS 什么国民旅游补助 到底要怎么补助 那个都是比较 比较之为末节的 真正能够让蔡总统逆转 你一定要去调整你的两岸政策 这是我给蔡总统良心的建议 好第一段 我们要讲第一段之前 要先跟大家报告我们的广告 我们待会晚上 现在是六点多 待会七点呢 我们广播这边告一段落 我们就立刻到YouTube 到我们的YouTube的观点 请听到没有去搜寻 那也感谢这个宋毅玲 还有几位好朋友 刚刚罗文邦也帮我分享 就是说 请大家从我们这边 脸书的直播 或是收音机 app收听的朋友 如果方便 如果可以 那开车就不要 开车真的以开车安全第一 那时间方便的朋友 请你到YouTube 待会晚上七点 我们就转到YouTube去 那个我们的频道叫做观点 viewpoint观点 请你订阅 然后按铃铛 帮我们这个加油打气 然后呢 我们待会晚上七点的节目 叫做灰文看社会 昨天都跟大家公布 公布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 我们要在那边谈社会新闻 然后我会留一大段的时间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们的网友 各位的大大 来交换意见 及时的互动 我觉得这样不要及时 不要等到我拼经济回家 然后都晚上几点 然后在那边回 我发现有些听众朋友 他会再回应给我 也有一些这种时辰大海的 可能我回了还没去看 那我比较希望说 我跟我们的听众朋友 包括我们收音机的朋友 我们在YouTube的观点 灰文看社会的这个节目 我们来互动 这样比较及时 也比较对大家的尊重 那我们这个节目是从 今天开始 每个礼拜二跟礼拜四的 晚上七点 那暂定到七点半 那周间播出的时间 我们再来努力 那希望给大家不同的这个 像你看我们现在观点的 这个频道 就是YouTube的观点 政治的比较多 那个全全啊 XX啊 他们这些前辈 他们就是我自己 我们的非力晚餐 讲政治也比较多 那我来开个讲社会的 社会书的 社会新闻的 这些东西 用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这个观点 给听众朋友做参考 我讲的不一定对 社会书很多 我们的鼓手 很多高手在民间 大家卧虎长龙 讲出来我也不怕你笑 但是我提供 提供不同角度的思考 包括我们今天要谈的是 那个傅昆奇 傅昆奇收买记者呢 斯大报今天报道的篇幅差 非常非常大 非常大 有多大呢 待会观点的YouTube 灰文看社会 今天是首播的这个 第一集 谢谢大家 拜托大家 把我捧场 那我们待会就 七点的时候 我们就转到那边去 听众朋友 不要问太难的问题 因为你们在YouTube的聊天室 待会转去那边的时候 你们可以把 就是因为你可以及时的留言 我会看 你如果问太难的 我会直接无视 我答不出来就无视 我就pass 我会回答我 我答得出来的 那也不是每一个网友的留言 我都会回 因为你知道 那画面一直跳一跳 我尽量的回 尽量的回 然后也听听大家的意见 那你说 我听贝脸晚餐 我call in不进来 然后脸书的留言 因为这几天 我拼经济比较 比较那个 也都没有回 你可以到YouTube的 这个观点频道 灰文看社会 每个礼拜二 礼拜四的晚上七点 那让我转看 因为我也没有组织过 真的所谓的网路节目 你看我电视台跑来跑去 那毕竟是人家的场子 人家有电视台 新闻台 我刚讲那个傅昆奇的 请问听众朋友 今天谁谈 今天有哪一个争论节目 或是哪一个什么 谈话性节目 广播的也好 电视的也好 网路也好 谁会谈傅昆奇这个案子 就算有 也很少 也很少 我敢这样跟你讲 各种的奥妙 我卖个关子 到那个观点的 这个灰文看社会 再跟大家讲 好 我们来看今天的 这个第一段的主题 第一个是韩国瑜 第二个是太阳花 我们先讲这个 韩国瑜的部分 那韩国瑜今天公布 他的小内阁 这个 这个千呼万唤 大家非常的期待 其中一个海洋局长 又再度的转弯 本来公布的这个海洋局长 因为他有当选 无效的这个记录 昨天先公布 海洋局长可能是 朱安雄的女儿 大家开始骂 我们今天下午 录那个 国民大会 我今天出现的 那个电视节目 是国民大会 还有 深喉龙 新闻深喉龙 是中天的节目 国民大会是T台的节目 其实我是觉得 不应该去 提名这样的人 我觉得 我觉得不应该 这个韩国瑜 有点在测试 大家的这个 忍耐的程度 因为 这个跟之前的 原民会主委不一样 韩国瑜是 已经知道 这个海洋局长 朱庭瑜 他是 之前被 判决当选无效的 你明明知道 他被判决当选无效 你还要提名他 当海洋局长 这你就是故意的 那朱庭瑜 的这个背景 也很简单 就是朱庭瓊的女儿 吴德美的女儿 朱庭瓊很像还在跑路 吴德美已经不在了 朱庭瓊跟吴德美 在高雄的政坛 那是花水监档 做理位 做检位 吴德美 以前是监察委员 在以前的那个时代 其实他们家族 在高雄的这个 虽然朱庭瓊 跟吴德美都不 都现在都没在高雄 可是他们家族的 势力还是有 我是觉得 韩国瑜 不应该用凹的 虽然现在的这个 海洋局长这个朱庭 已经婉拒了 谢谢 就选拒 但是我觉得韩国瑜 不应该去测试 你看之前的 那个刚讲 袁明慧那个主委 他是吸金嘛 诈欺案 那另外一个 韩国瑜自己爆料说 我面是一个局处所长的 这个候选人 就是他说他有酒驾 那韩国瑜自己讲的 后来也是打枪嘛 酒驾的也不行 如果吸金的不行 就诈欺 讲诈欺比较简单 诈欺的不行 酒驾的不行 那当选无效的可以吗 可以吗 那当然是不可以 那韩国瑜说 那个找不到圣人 我们应该让年轻人 发挥常才 这个也是骗人的 我必须跟韩国瑜说 你少来这一套 当年郝龙斌 为什么找连胜文 当油油卡公司董事长 为什么 连胜文的学经历好不好 好 刘美的这个 法律的硕士 刘美的硕士 很好 可是 类似连胜文的学经历的人 台北市没有一万个 也有好几千个 那你为什么找连胜文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爸爸是连战 就这么简单 那高雄市 有类似这个 其实朱天宁的学经历也不错 学历 不能讲经历 因为比较年轻 没什么经历 学历也不错 也是出过国 喝过洋墨水的 可是高雄市要找一个海洋局长 类似朱天宁学历的 有没有 一大堆 所以我是比较建议韩国瑜 说你就拨并 你就跟大家讲说 我这个选举 这个这次选高雄市 选举过程当中 这个朱天宁他们帮忙很多 那我现在呢 因为我欠人家人情 所以我任命他当海洋局局长 就这样 因为 我们从台北看高雄 或者从其他地方看高雄 高雄的人都知道朱天宁是谁 朱安雄是以前 高雄市议会议长 议长 那之前他跟吴德美那些恩恩怨怨 之前那些新闻我就不讲了 吴德美人都不在去讲那个干嘛 而且我也觉得这个朱天宁 但不能说因为你爸爸妈妈是谁 就这样 我的意思说你 韩国瑜应该很 坦率的跟他说 我为什么用他 他明明是 这个当选无效的 他之前选市议员 后来被判当选无效 被判刑的是吴德美 你被判当选无效 你是因为地方派系的关系 可能有出钱 出拉拉 帮忙拉票等等 那你就应该直接讲 而不是用假生的 年轻人 谁没有过去 找不到圣人 这个就比较像政客 就比较不像韩国瑜了 好 那这个 海洋局长 反正已经换掉了 我就不再骂了 但是韩国瑜他从这个选举的模式切换到这个执政的模式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三个开直播啦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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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夜的直播 然后去什么面殿也开直播 什么 那个是在选举 那个不是在执政 从下个礼拜开始 你开始执政的时候 那个差别就不一样了 我今天在国民大会讲个例子 就说 823的时候 韩国瑜是候选人 没算起定 823高雄不是下大雨吗 南部的这个水灾 下雨的这个灾情 韩国瑜去看灾 穿着这个蓝白拖 到灾区去巡视什么的 你这个候选人 这个很积极很热心 大家感觉是感动 你来这关心吗 虽然你那时候没什么知名度 也没有寒流 8月底那时候那有寒流 没有 那个时候大家的 看到你是感动 可是当你下个礼拜宣誓就职之后 你就是高雄市长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如果又发生类似像什么下雨 等等 这个圈圈叉叉就不举例了 如果要发生那事情之后 就不是感动了 就是什么 就是抱怨 所以我说韩国瑜压力很大 因为韩国瑜讲高雄又老又穷 这个是事实 又老又穷 然后又没人没钱 你看那个小内阁 我是不忍批评 他小内阁哪一个是亮点 这有时候跟一些同业前辈同台 他们讲的什么李四川 叶筐石 我都隐忍不发 我昨天跟那个大学姐 柯P那大学姐在新闻农卷风 我说柯文哲为两岸一家亲道歉 他吐我 他搞吐吵 他说柯文兄 没有 阿伯讲的不是道歉 阿伯是说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跟道歉 What difference 有什么不一样 我就不跟他吵 我有回几句 但是我不想跟他吵 你看今天的联合报 你看今天的各大报 提到两岸一家亲的时候 都写柯文哲为此道歉 你要跟我argue 道歉跟拍谁 我就不吵了 因为天安边有力了解 我已经性情大变了 我就跟你argue那个干什么 那万一说 他们有人去讲 韩国瑜的小内阁如何 我真的只保留态度 你看韩国瑜他又老又穷 我说高雄 然后他又没人没钱 他等于是被困在高雄 你看 明年的高雄市政府总预算 已经编好了 不是他编的 高雄市政府一年的总预算 才1300多亿而已 也没什么钱 他负债快3000亿 都编了 你要韩国瑜的团队进入状况 然后他能够发挥 有困难度 我必须这样讲 我也不是说他一定非选总统 不可 我是解释给大家听 其实很多东西是要中央跟地方配合 很多东西都一样 包括蔡总统可能最近会跟韩国瑜见面 到时候你看就知道 好 我们来谈这个太阳花2.0 当然很多媒体也有谈 昨天我参加一些政治节目也在谈太阳花这个事情 我不是很理解说把台大的那几位学生 那不是全部 不是全部 我就去 应该讲去抗议的那些学生 把他骂一顿 你跟谁有关 你跟民进党哪个政客 什么 以前什么渊源 把部分的台大学生骂一顿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问题又解决 所以我不是很想去批评那些台大的学生 特别是全民抗议的 去骂的什么 我不是要骂他们 而是我想请问听听听 我们全国 很清楚了解ECFA跟福茂的 有几% 当年TVBS做的民调 有72%的人 即便马政府 那都花了很多钱 做置入 有72%的人 不晓得ECFA是什么 72% 之前我们谈那个劳基法 一粒一休吗 哇一粒一休 怎么样 到底是一粒还是两粒 什么 大家骂一骂去 对不对 当时有个民调 66%的人 66%是三分之二 当然72%比66%更高 66%的人 不晓得一粒一休是什么 你也好 已经吵成这样子立法 骂成这样子 什么柯建民还被打 什么大家抗议 乱七八 还有66%的人 不晓得 一粒一休是什么 所以我说 ECFA跟福贸之间 全国清楚了解的 到底有几% 到底几% 有没有 我在电视台的节目讲 我在我们节目 我也要讲 就是说 其实这些东西 很多人都被骗了 很多人都被骗了 所谓的EC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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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它 里面就是包含了 两岸福贸协议 我们简称叫福贸 福贸不是感冒糖浆 福贸是服务贸易 我也很好奇说 去抗议的那些台大的同学 你们知道福贸是什么吗 福贸是什么 就是服务贸易 服务贸易跟ECFA 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其实是同一个东西 ECFA包括服务贸易 货贸 货贸就是货品贸易 投资保障跟争端解决 另外一个早收清单 特别是早收清单 我解释一下 早收清单的意思就是说 两个国家 讲两个国家要被骂 两个要签FTA的 类似FTA这样的东西 早收清单就是 我们 在协议生效之前 我们有部分的货品 跟服务贸易的关税 我们先减免 我先让你这个 然后你让我这个 这个叫早收清单 也就是说 听到没有 虽然福贸没有通过 今天马前总统不出 那个书了吗 出新书也提到 那个太阳化的部分 那我们就不谈了 我说 在早收清单里面 有部分的项目 就是服贸跟货贸 我再讲一遍 ACFA的早收清单里面 有部分就是服贸跟货贸 你们不是一只 就太阳化那些人 不是黄国昌 什么林非凡 你们不是一只 骂服贸吗 如果你们真的是 认为服贸 包括台大经济系的 郑秀林教授 那你们应该去跟蔡总统讲 把ACFA停掉 把ACFA取消 我请问听到没有 台大的学生很重要吗 江仪化被那个很重要吗 我不认为很重要 我很抱歉 我觉得那有什么好重要的 江仪化要去演讲之前 知不知道有人要去抗议 我这是疑问句 江仪化 我不是说要去骂江仪化 我说你去之前 你知不知道有人来抗议 主办单位台大政治系 知不知道有人来抗议 知不知道 台大的部分的台大学生 跟江仪化这事情重要吗 还是我讲的比较重要 那我们在讨论的是什么 我主张不要去骂 那些台大的学生 因为不重要嘛 也不是江仪化个人 很委屈 马英九打电话来安慰 那个都不重要 重要是 天哪 我们2014年 到现在 我们一直没有把这个东西讲清楚 这是我很郁闷的地方在这里 怎么可以不讲清楚呢 陈维庭就跟你说 我在演戏 你还以为是学运 那根本只是内政委员会的初审而已 初审而已 这个跟宪政有什么 黄国昌你法律到底念到哪里去 我看不懂啊 黄国昌不然你来辩论 一个内政委员会的张庆忠 内政委员会就算通过也只是初审而已 距离三读还这么久 你占领立法院的正当性在哪里 在哪里 台北地院的法官还判决说 这个是公民不服从 我说到这我听到这边了 听讲的朋友 他去美台台的学生比较重要 还是我说的这比较重要 孰亲孰众 你说 这不是说 我不是说 不去批评人家 说 那个 重点你没听到 蔡总统你生美 你2010年 跟马总统辩论EKVA 你把EKVA评论没一堆号 你认为EKVA是不对的 那你就不应该做 你现在完全执政 你为什么继续概括承受EKVA 那EKVA跟福茂 他是同一主动 同样的东西 我说这个 我们全国整个人了解 我不是臭皮 而是我们大家很多人被蒙蔽 学运 林非凡的夹克 风衣 大家一直用直播 还有学校 罢课 那根本都是假的 讲白的就是无理取闹 就算当年 听见没有我讲这个 后面那个警察 就算当年 让马总统 马政府通过福茂协议 就算 那也是2014年了 对不对 太阳化2014年 就算给他通过 请问2016年 民进党完全执政之后 可不可以把他废掉 当然是可以 伊朗的核协议 这么多国家 什么北约拉 美国 伊朗 他签了一大堆 川普说我取消就取消 巴黎气候协议 川普说我不要了 他说他不要就不要了 不是吗 NAFTA 就是北美的 那个自由贸易协议 川普说我不要 从签 那就从签 克华也是一样 胡茂也是一样 那你现在 蔡英文完全执政 你为什么不叫 你台大学生 你要去抗议的是 是蔡总统 你抗议这样以后 要干嘛呢 我们好不容易 有新闻的 这个timing 这个时间点 去讲2014的太阳花 但是 你听我讲 今天礼拜四 明天礼拜五 那不是周秋二日吗 下礼拜没有人 在提这个 下礼拜不会有人提 那就事情过了 霍元兄你怎么 一直炒冷饭 但2014年一直到现在 没有讲清楚 说明白 雄青 我郁闷的地方在这里 我是陈维伟 听见没有 待会 现在6点33分 待会晚上7点 请大家转到 我们的网络 这个YouTube的 观点频道 然后按订阅 按分 那也可以分享 YouTube可以分享吗 很像可以 坦白讲 我不是很熟 我们的直播是 11月6号开始直播 今天是12月20号 今天12月20号 所以直播一个多月 然后我们网络 开新的节目 叫做 辉文看社会 请你到YouTube 去搜寻观点 你就会看到 你很多认识的 这个评论员在上面 包括圈圈 XX 我就不点名 都是我的前辈 里面最菜的 就是我 那里面这些主持人 数值最差的 也是我 我讲的是实话 我一点都不开玩笑 那天后面 我去上那个 绍康战情室 我很讨厌 为什么呢 我解释给大家听 因为绍康战情室 他这个节目名称的 这个风格 所以当来宾 第一次讲话的时候 他就旁边 会做一张图卡 我们行话叫做CG 图卡 那这个CG上面写什么 陈辉文 政大广告系 然后什么 自由时报记者 什么 就把你的学经历 通通列出来 那 邵康战情室 这么多来宾 这个几百个 几十个来宾 这样轮轮轮 那 邵康战情室来宾 学历最差的就是我 然后 经历最差的也是我 很抱歉 那我们飞碟电台的主持人 从早上的这个唐大哥 那一路到我们 那个是光宇 这个我们月光家族的光宇 这样一路一整天这样下 最差的也是我 这一点 天明我很抱歉 个人的学经历实在是 很有限 这一点 我也不得不承认 你看我还经常批评 人家的学经历 但是我自己的学经历 也不怎么样 那也给大家一个 励志的故事 就是说像我这样的 像我这样的学经历 像我这样的口条 这样的长相 像白云这样子 我都能够去跑电视通告 去主持广播节目了 所以你也可以 特别是现在一个 自媒体的时代 这个自己的自 自由的自 自媒体的时代 也希望大家 这个算励志吗 随便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 待会我们七点的 这个 回闻看社会 在YouTube的观点频道 你现在收看的直播是脸书 那麻烦你待会转去 那个YouTube 那不同的平台 不同的那个 这个 频道 请大家捧场 我刚 广告的时候 看一下我们今天分享 比较少 刚才不到100个 那越多的分享 可以让我们的节目 有更多的reach 能够触及到更多的 从来没有看过我们 这个节目的 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好 这个简单的说明 因为我每次只要讲 长一点点 那个网路就有人骂我 你那个前面讲太多了 赶快进主题 我也只有靠 我自己的节目宣传 比如说我今天去 美人节的国民大会 我可以讲说 那个美人节 我晚上开个 网路的新节目 就算我勉强夹带讲出来 也会被剪掉 不是吗 你怎么跑去TVBS 去宣传你网路的节目 那一定被剪掉的 而且这个对制作单位 对美人节也不尊敬 我是来宾 我怎么可以夹带 宣传我自己的网路节目 这不合江湖的规矩 所以唯一能够宣传的 管道就是我自己的广播节目 这点要请大家谅解 好 我们来看这个双层论坛 当然这个是一个 非常策略性的运用 往年的双层论坛 都是每年的7月跟8月 那因为今年有选举的关系 所以柯文哲把双层论坛 移到年底 就12月20号才办这个双层论坛 当然有他的用意 那之前柯文哲讲 两岸一家亲被骂 那昨天的这个欢迎晚宴 他再度的提两岸一家亲 那上海的副市长周波 他就顺水推舟 你讲那我也讲 他就讲两岸一家亲 那我要请听听 没有了解说 我不是要跟你讲说 两岸一家亲的这个 对或错 特别YouTube可能比较多 对岸的朋友 他不是长期听我节目的 我感觉得出来 但我希望大家来观察 长期的看 你看一个评论员 你看一个这个主持人 你不能看一天两天 你要回去观察 像我刚讲太阳花的部分 我这样讲 我很有把握 为什么 因为我刚跟你讲的 我2014都讲过 如果有比较资深的听众朋友 2014我都讲过 就是太阳花 那时候可能很多人都忘了 那时候自由时报跟苹果 还修理我 没关系 因为我每天在修理别人 我偶尔被修理也是应该的 自由跟苹果当时修理我 说那个陈辉文说 要带人去包围立法院 我哪有人 我那时候都在闭关 我带人去包围立法院干嘛 我是一个举例 我是说如果太阳花 可以占领立法院 那别人为什么不可以 你看那个黑岛青 黑岛青是一个这个 这个小团 他们那时候也要包围立法院 找国民党立委算账 那为什么太阳花可以占领 包围立法院 那黑岛青为什么不行 其实我讲的都是 社会书的 不是什么很高深的 就是不公平嘛 我们回来看这个双城论坛 柯文哲这次又讲两岸签 他会不会再道歉 会不会再道歉 我们要观察 包括他 最近好几个民调 不同的民调 在总统大选的支持度 柯文哲都是领先的 不管是他对蔡英文 对赖清德 对朱立伦 对韩国瑜什么的 各种的排列组合 领先的都是柯文哲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没有 你如果长期听我节目 我发明的柯文哲八题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谈了 但我也很感慨 就是说 如果这样子都能连任台北市长 甚至能够当选总统的话 我怎么办呢 我只能呼应赖清德讲的 我也是个民主万岁的人 倒票出来都一栋算 那我怎么办呢 这不是我跟他有什么恩怨 我跟他也没什么厉害关系 柯文哲他派很多人 去找民嘴吃饭什么 他从来没找过我 他找我也不会去 我就不是那样的人 人要请吃饭 人要去塞哪 那是人的事情 我没关系 但我不是跟他有什么厉害关系 来批评他 而是他讲的东西很多都很离谱 结果还是当权 还连任我也没办法 之前谈多的绿白合作 昨天柯文哲再度谈了两岸家亲 蔡总统你要承认两岸家亲吗 绿白能够合作吗 不管是这一席 那个姚恩志留下这席 这个台北市立委的补选 或者2020总统大选的绿白 我问你要怎么合作 你主张两岸家亲 我不主张 你支持我反对 那我们要怎么合作 我再强调一遍 希望YouTube朋友们不要误会 我不是说两岸家亲对或不对 我不是说他对或不对 而是蔡总统他面对就说 台北的柯文哲是两岸家亲 高雄的韩国瑜是九二共识 那蔡总统你怎么办 你被两大这个市长给夹击吗 一个是两岸家亲 一个是九二共识吗 那你蔡总统你继续讲维持现状 你没办法得分啊 我再强调一次 我们自己内部是没有共识的 没有共识 我们里面有统派 有独派 有维持现状派 有深蓝有浅蓝 有深绿有浅绿 现在还有白色 还有橘色 黄色 就是新党的黄色 各种颜色 这个当然有我们台湾民主可贵的地方 可是就是因为太民主了 然后我们都不去重视这个问题 很多问题发生 我们都去看表面 我刚讲前面台大那个 台大学生 这个A学生是谁 B学生是谁 你们都掉入那个陷阱里面 重点不在那些学生吗 重点是我们一直没有把 AQFA跟两岸的统獨 什么都没有讲清楚 沈富雄沈大佬 我们这个圈子的神败 沈富雄沈大佬 他说AQFA讲到底就是统獨大辩论 这下来 AQFA讲到底就是统獨大辩论 但是当年的蔡英文跟马云九的辩论 没有谈到那么细 增结就是统獨大辩论 我跟听众朋友解释 两岸一家亲跟九二共事 讲到底也是统獨大辩论 我狗尾序 这个神大佬的智慧 AQFA也好 两岸一家亲也好 九二共事也好 讲到最后就是统獨大辩论 我们一直没有去面对这个东西 困难在这里 所以我刚才说两岸跟统獨 我们唯一的公司就是没有公司 只有点绕口令 我今天的标题就是说 维持现状选不赢2020 维持现状选不赢 蔡总统你2016说维持现状 然后你获得了这个 过半的选票 痛载朱利伦 300万票你当选 可是经过你第一任的执政 很明显的维持现状已经破功了 维持现状已经不存在了 维持现状已经变成个笑话 那这个时候蔡总统你怎么办 你如果2020要连任 你一定要在这上面提出个新的论述 新的论述告诉大家说 那到底两岸关系要怎么走 如果你要拼2020连任的话 维持现状已经 M503有维持现状吗 两年断了五个邦交国有维持现状吗 一大堆国际的航空公司被迫改名 有维持现状吗 WHA不能去了 国际刑警组织也不能去了 国际民航组织也不能去了 有维持现状吗 没有啊 那蔡总统你自以为的善意换了什么 我们不要申请加入联合国 不要申请加入联合国 然后我们维持什么 陆委会啊 台胞证啊 你所谓的善意换到了什么 所以我说你必须提出 你的两岸关系的新入住 你能不能连任的关键 不在那个什么 知为末节的什么政策转弯啊 不是那个 你要证明说你有能力 去领导我们国家的下一阶段 下一个任期 维持现状这四个字不能用 你一定要面对 谁跟你搭档啊 民进党有没有人要去参加什么党内 这个总统党内出选 那个都不重要 来我们来开放我们的这个 Coin电话 0223-63-995-01 23-63-995-01 听到没有我们已经有好几位 这个 好几位我们脸书的朋友 有空进来像那个 哥先生 还有横陈章 陈景文 Sandy 这个Sandy我其实不是很想讲 因为我有监看 Sandy也跑去那个 跑去别人的那个留言 当然他也是很 这个政论迷 可以这样讲 但是我有监看其他人的那个留言 开玩笑 开玩笑 那我也希望所有我们的听众朋友 你给我收听 你给我碰到 有人说什么 听十年 然后潜水的 你不需要卡一遍看看 拜托 你听我的节目听了十年 这条线 手机的电话 给你开一下 你卡来 不能打来打招呼 你打电话进来回答这个问题 这几个问题应该不难吧 反正也没有标准答案 砰中一下 这条给你开 因为你打电话进来 不管是室内电话 甚至还有人打国际电话 什么的 这个钱就你出 你出一下 因为我自己在拼经纪 你没有听十年 你没有卡一遍就砰中 我们之前也会听 都没有很好笑 前阵子 我付出之前 他扣音进来 欢歌你好 我上次扣音2008 拜托你上次扣音2008 你十年扣音一次 你帮帮忙 来 你现在在线上朋友 你如果不晓得我在谈什么 请你不要打 不晓得我们在谈什么 请你不要打 因为如果你像那天的 那位听众说 我打来聊天的 那我很抱歉 不好意思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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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台北姓林 林先生 你是有备而来的 有备而来 林先生 我们从第一题开始来 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两岸两家亲 两岸两家亲 漂亮哦 这个是 一边一国 不是一边国 因为我们的先祖是兄弟 他们吵架分家之后 我们各国各的 两岸 我们是有一个 同样的姓叫中华 可是名字是不一样的 那两岸是不是一家人 不是 不是 是两家人 那林先生 我们来第二题 如果一直照蔡总统这样拖下去 对老百姓有利还是不利 拖下去是不利 因为时间对我们来讲是不利 时间是不利的 好 那第三题 如果统一的话 老百姓的代价是什么 就没有非碟晚餐 还有政论节目可以听了 因为没有言论自由 你先这个 我前一阵就解释 对老百姓的代价是什么 对就是老百姓没有 言论自由 没有这个 对言论自由 如果独立的话 代价是什么 独立的代价就是 打唱 然后投降 然后就是统一 你把结果都讲完了 打仗投降 然后被统一 应该是被统一 对 林先生来给蔡总统两岸政策 正面的建议来 我是觉得应该是 请那些 赞成九二公司的人 请蔡总统派他们去跟 老公谈好 什么叫做九二公司 到底能不能各自表述 然后回来 派赞成的人去谈就对了 是是是 那林先生我要 我问你一句 那反对的人怎么办 反对的人 如果谈出来真的可以各自表述的话 我觉得蔡总统就应该接受 不是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说那反对的人怎么办 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谢谢林先生 谢谢 可是我觉得九二公司 林先生林先生 林先生谢谢 我说两通要吃 不好意思 其实我们内部 显然有很多人不承认九二公司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 来 02363995 来贝利晚餐你好 哈啰你好 你好 大哥你好 那个 有听到吗 有 您住哪个贵姓 那个我是高雄 尴尬的卡欧斯 尴尬的什么 卡欧斯 卡欧斯 那个卡仙 你觉得卡欧斯 我应该要听得懂就对了 卡欧斯是什么 卡欧斯是英文直译而已 卡欧斯 来 没关系 卡欧斯我们从第一题来 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一家人 两岸是一家人 好 那如果一直照蔡总统这样突然去 对老百姓有利还是不利 如果是一线矿的话是绝对不利 为什么 为什么绝对不利 为什么 因为线矿只有越来越烂 如果你现在开始改革 富国强兵 那就是有利 还有机会就对了 好 那如果统一的话 老百姓的代价是什么 两三代内言论不自由 两三代 所以你说以后有可能会自由 不是啊 那个一种是自由 一种是习惯了 所以已经不知道什么叫自由 了解 那如果独立的话 老百姓的代价是什么 轻一点是经济制裁 然后稍微重一点是战争 再重一点可能就是WW3 来 那个卡奥斯给蔡总统两岸政策 正面的建议来 我算不想这样讲 其实我觉得他可以直接说 他支持一个中国 支持一个中国 对 因为他们虽然说独立 可是他们独立的名称 不管是国民还是简称 绝对都不会叫中国 所以字面上一个中国是正确的 这个蔡总统吞得下去吗 卡奥斯 是没错一个中国 你讲的很嗨 可是蔡总统能够听这个建议吗 因为实际上这样的话 卡奥斯 卡奥斯 我说给蔡总统两岸政策 正面的建议 但我的意思说 正面啊 我的意思说 不是我们讲爽的 要实际可行的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实际也可行 谢谢啦 卡奥斯 你觉得可行 但是以我对这个蔡总统 一点了解 这个转弯转太大了 转弯转太大 我们来再接通 022363995来 贝利晚餐你好 哈啰你好 喂你好 你好 大哥你好 您住哪个姓你好 你好 屏东的保罗 保罗你好 来保罗从第一题来 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血浓与水的一家人 一家人 血浓与水 好 第二题来 如果一支托阿区对老百姓有利还是不利 是不利的 不利为什么 因为他们一直抢 然后我们一直落 一直在这边靠啊 好好好 我们变成在内耗 这个好 第三题如果统一的话 老百姓的代价是什么 统一的代价 可能会变成戒严时期的生活 戒严时期的生活 这个这个有学问 那独立的话 老百姓的代价是什么 独立可能是经济封锁吧 打中还是不太可能 因为很多大陆的都在台湾了嘛 我们也很多人在他们那边 他们也很多人在我们这边 是啊 来给蔡庸东两岸政策 这一题最难了 来保罗来 给蔡庸东两岸政策正面的建议来 叫他就 许阿匾嘛 我在我的任内 不会不同不妥嘛 你说阿匾一开始的四不一没有 对啊 表态出来嘛 阿匾一开始讲四不一没有的时候 陆委会的主委就是蔡英文啊 一开始的 2000年一开始的时候 陆委会主委就是蔡英文 大家对阿匾不是一样的崇拜吗 我没有 可能有人有啦 我没有 谢谢保罗谢谢 谢谢 谢谢你的朋友 谢谢你的捧场来 我是陈慧文 我们今天的美丽局啊 是这个卓荣泰 卓荣泰在接受友台的这个专访 他说参选民党党主席 他不会做弱势的党主席 这我们今天的美丽局 我不是很想批评卓荣泰 因为他是派系协调之下的产物 那你看一个虚位的党主席 一个辅选功能的党主席 民进党都要瞧这么久了 你说要叫民进党去换总统的 这个候选人有多难 我今天在那个新闻深喉咙 跟大家讲 这个平秀林的节目 我讲 我说这个赖清德 他可能成也新潮流 败也新潮流 新潮流是他的护身符 是他的靠山 可是如果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 是新潮流 就赖清德 那郑文燦也是新潮流 anyway 那如果赖清德代表民进党 选2020总统 其他派系怎么办 你知道新潮流在民进党得罪多少人吗 其实民进党可以 简单区分为两大派系 第一个派系叫新潮流 兵强马壮 很划 段仪康 郑文燦 这都新潮流 蔡其昌 这都新潮流 另外一个派系叫什么 叫做不是新潮流 所以你说要赖清德代表民进党选2020 这我要接我今天狗飞火车的内容 就是说我建议赖院长 因为政坛的谣传 就是说一月中 可能是一月十号 立法院休会之后 赖内阁可能会总辞 如果只换几个部长 叫做改组 如果行政院长不干了 那叫做总辞 赖清德会改组还是总辞 因为你看现在 这个内阁缺很多 像交通部长 农委会主委 环保署长 这个都欲缺不补 那如果要照之前 为败选负责的这个基调 的确赖清德有可能会走 可能会请职 有可能 不是不可能 那我个人希望赖院长不要走 原因很简单 因为如果你内阁总辞的话 政局会动荡 这个就如同2016 2016 国民党大败之后 毛泽国坚持要走 我在我们节目我也批评毛泽国 你就剩半年了 2016一月国民党大败 2016520要交接 剩不到半年 你为国忍辱负重一下会怎样吗 不行 他就是要走 就换张善政来当行政长 后面那几个月根本就是 就看守 那我现在希望赖院长不要走的原因是说 你一走 蔡总统又要找行政院长 那这个行政长呢 他愿不愿意低升下气的 当个单纯的总统的执行长 很困难 所以我给赖清德的建议说 你在2020你全力配合 怎么讲呢 蔡总统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要你留任你就留任 要你当副总统搭档 你就当副总统搭档 你就是完全没意见 完全的配合 那这么配合的原因是什么 是为了2024 你把眼光放在2024 你在2020全力的配合 2020蔡总统如果连任 你就当副总统嘛 对不对 2020蔡总统如果连任失败 赖清德你就接民党党主席嘛 你后面四年 2020到2024你没有职务 你就当民党党主席 然后去跟民进党的各派系交好 让他们全力攻你选 2024 应该是要这样才对的 所有讨厌民进党的 都希望民进党内乱 都希望民进党换菜 就跟当年国民党换柱一样 我在那个邵康战情市 我自认我讲的很公允 也提出来让听众朋友参考 我说当年的换柱 对住住节不公平 对朱利伦也不公平 那你看换柱的结果是什么 那时候民进党一堆塞人 红袖柱不行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我用四个字来当结论 最后的结果就是轻痛愁快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明天见拜拜